Data Logging Complete 就已经 就该全都统一成可以扫描 就像那个苹果那个FaceID叫什么来着 那个玩意 那个emogy emogy 一扫 这不只是苹果 Connect有啊 微软以前那个Connect体育竞技里面 你就是扫描自己 它会把你的身形身高 脸部特征全都扫进去的 很强 叫化身 你好 我是立维坦 那个FaceID 观察者无人机会来解释 安全会密切关注 为什么这角色 他们完全没有光影啊 战士能力测试 请仔细聆听 我们对 说你背后 对啊 我在黑暗的地方 为什么我身上完全是亮的 这边 现在黄指定地点前进 卧槽这机甲走路 就像他们在太空里走路一样 机甲特别强 为圣哥真的被圣哥按着打呀 他落臂就没什么感 圣哥对吧 机甲在路上走跑 那感觉这游戏 就跟这游戏就跟你一个人在地上跑 没有任何的区别感觉 你就看这机甲手感 你看看这2023年 圣哥是几几年的 17年 17年的游戏吧 你看咱们2023年的机甲大作 这这手感 这一跳跟他妈 清 武侠游戏一样 一点重量感都没有 这真的是机甲吗 进入右侧线 集中火力攻击远处的目标 还挺饿的 前往下的区域 尝试快速的冲刺 冲刺感觉也不行 连手柄都 他连震动都没有 是为啥 等一下 哎他没有震动 他开枪的时候 他连跑步连震动都没有啊 对只有开枪的时候 他跑步的时候 你都感觉不到 这个机甲脚踏在地上 那个动动动都没有 圣哥都有 我操我越玩这个 越想玩圣哥 他妈的 要不我们看 下了算 就所以我一直说 圣哥不是一款 真正意义上的烂游戏 就因为它总是能让 你在玩任何 类似的机甲题材 尤其是觉得 哎怎么做的 没有圣哥 总是这样 前往下个区域 尝试快速的冲刺 恭喜 你现在将参加时代武器 就自从玩了圣哥以后 玩那种机甲 人形那种小型机甲 都感觉 怎么少了点什么 唱 错了 巴克特说 圣哥不是一帮次了 爱比乌斯的动力装甲 都拥有独特的能力 这怎么动人物表情 远程败美攻击 正声成新目标 肉皮 激活互相榴弹 消灭红龙 为表现意 任务中会出现制作芯片 去获取芯片吧 他跑 他连他冲刺没有震动 我是最不理解 咱们连那个什么 连那个幸存者都有震动 好 您是个机甲 您告诉我 你没有震动 你是个机甲游戏 应该就搞成那种 没踏一步 就是嘛 正声成新目标 每套动力装甲 都配备有强大的超级技术 使用时射凿的急速前 射击 消灭线 使用时射凿的技术 使用时射击连满地 需无限更动甲 可随时更换动力装甲 现在更换为蓝路補型号 卧槽 他连这个都不支持方向键操作 你感信吗 这手柄适配做的跟什么东西一样 前往东土大堂上 真的 他这个切换动力装甲 居然只能用摇杆模拟光标 我用这么的按钮几下 不让 这什么 选择后还得再按多一个按键 这个UI设计设计的就他妈 简实了 自西天前往东土大堂散布说 能坚持更新一年就是胜利 他这个中甲的感觉也不行 胜哥那个跑起步来的感觉 他也完全没有做到 打拳也怪怪的 没有感觉动力甲 他这么厚的机甲打拳是这么灵敏的吗 主要是他这个小滑步 封不住 他的转转转太快 慢 我理解你要高速敏捷 但问题是机甲这个东西 你只有体现出他的重量感才有感觉 你像环太平洋2 还有1那感觉吗 没有 这游戏就 突然感觉这游戏就好像 这游戏和圣哥如果比手感 就好像是环太平洋2 和环太平洋1 还真是这种感觉 还真有这种 比如说这玩意就像圣哥里 那个叫什么 Colossus 但是他各方面更灵活 但代价是他没有那个重量感 没有那个 那种 卧槽 就感觉就像环2和环1 还要真要搞高速 就应该像那个 那个专甲核心那样 我 卧槽 大海人心就是搞高速 但是确实没有 响也不是 日西天前往东土大唐散步说 塑料感重一点 其实 机甲还行 但是就 不敢 主要是你吃过顶级的了 你就处处觉得他做的没那么好 问题在于 你要单看这游戏那肯定 机甲游戏本来也不多 他算是做的比较好 但问题是有圣哥 你忘不掉圣哥那种神一般的 机甲手感以后 你就就是不行感觉就 好 就差 那么一些东西 然后 你敢说 神一行号 本位真正的团队玩家 这一套东西 配备了可麻痹 苦龙的攻击能力 想试试吗 使用麻痹攻击阻止目标 玩完这游戏真的是圣哥什么时候能上个steam啊 这不是机甲只是一套外骨骼而已 求求了这玩意叫动力装甲不是外骨骼 你知道我现在想到一个很奇怪是就连辐射的动力甲跑起来都是手柄震动 辐射的动力甲跑起来厚重感都比他足 他跑起来没有震动是我最不理解的 你告诉我一个机甲游戏他跑起来没有震动我都不敢想象这是谁能想出这样的离谱的 没有手柄震动 对啊幸存者 你个机甲游戏告诉我没有手柄震动冲刺的时候 我第一次见 咱们辐射都有 请你们充分地用这间生物其次元并发感谢训练自甲推荣 你知道最搞笑的是什么这恐龙走起来是有震动 这恐龙走起来真是有震动 他们觉得机甲还不够动 你们打个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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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p me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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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个 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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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识 我认识 我忘了 为什么可能现在任所有游戏的角色介绍都长得这样 就是突然暂停一下出一个那个 全都是那个叫什么 无主之地那一套 连大夫都是 一个特的 自西先前往东土大唐散步说 无主之地中毒太深 原来这套真有点那啥 是不是孤岛惊魂也是来着 孤岛惊魂的有望 就都整这套就有点太内 其实我觉得这些介绍明明可以在台词里说出来 就他们对话的时候说不就行了 为什么非要跳这么个东西 我是不太喜欢这种 对 一是逆二是出戏 你就让他们这些角色自己对话里谈到这些代号啥都不停好 你觉得你能看到我们吗 注意 维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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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 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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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西天前往东土大堂散步说 缩水了 最早不是怪略世界吗 更换2那个尸体的质感 我到现在还记得 那个警察下巴被咬掉 然后拉丝 那种尸体质感 在生化系列以后再也没见到 生化4和生化8都做得很操尸体 也不知道为什么 最重要的研究 大好消息 你已经获得权限 可参与爱比乌斯正在进行的研发项 如果你能展现出色的战斗能力 我就会允许你幸存 剧组 利维坛 请注意参与是强制行 强制行 你无法撤销此操作 作为爱比乌斯的员工 你必须照我说的做 盘游体质量 大量的尸体质量 生化是 很多不該偷懶的地方偷懶 研究對象 中假戰士 將你傳送至新模擬戰爭階段 新模擬戰爭 歡迎來到我的研究設施 日西天前往東土大唐散步說 這遊戲故事劇情特別光圈科技 好 再倒 這怎麼太... EXO-PRIMAL 这恐龙在地面视角看的质感做得挺好 但是他一开头那个空中视角看了就不行 感觉在过场动画里的机甲特别有质感 直到你 但他机甲设计的风格不是我喜欢的 那种他是那种典型的怎么说呢 就日曼里面那种机甲的感觉 什么时候能连机啊 所以还没过教程 我倒没过完 坏了 为啥一个连机游戏整这么长的教程 我有点不理解 是咱们 不是你就让人边 你就让人边边打边 就搞一个就为多人定制一个教程也行 我特别不喜欢这种一个多人游戏 说一上来不能一起玩 包括之前逃生试炼也是 我特别 一个多人游戏就应该 理应就能一上来 大家一起玩才对 或者你短一点也行 现在还再来一个任务 还没完 刚才那一段就差不多了 他这机甲走起来 真的是一点感觉没 哪怕你穿最重 大队 这是闪避 这是进 路西天前往东土大堂散步说 这游戏很割裂的 事情和玩法都说个话 啊恐龙骨架打碎了 动甲战士们 紧接往下一个目标 让我进行你 用一个轻轻的招式 你能看到任务 帮助游戏 使用这些 使用 CGS5说,老贼那个机甲游戏和这个有什么区别? 这俩肯定不是一回事了 他的手柄有点过于灵敏了,我感觉 对啊,我感觉太灵敏了,我再调一下 瞄准 哦,机师瞄准 还是太灵敏 不知道哪个,是哪个,我都懒得 对西天前往东土大唐散步说 不是,他怎么还是这么灵敏啊,靠 你调的几啊 我没调,直接换回,换回鼠标来 他这有点太灵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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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么还有这种事情 啥意思啊到底 我到底怎么调瞄准 是这个叫少卫动力甲的意思吗 不对,这是两倍三倍瞄准进了,靠 这到底在哪条啊 神射手 我叫神射手 啊,叫神射手 这个甲子 他每个甲还分开的 到底是另外一位 到底是另外一位 你们已努力移住了 好贵的一位 自西天前往东土大唐散步说 日常游戏手柄的优化做这样 真的,这是手柄优化做的 我建议你和网络骑兵重置把一绝搞笑 人家还是他妈是个独立游戏 还是个传统PC游戏 你曹普空的手柄 竟然能做成这副呀 正在正乘系做标 请迎战并消灭三角龙 哟,现在是个大 Mé 如果你不想再次撞,就不要在那裡 玩得安全 好,路駕駛,停在路上 好,你準備好了 好,現在開始了 好,現在開始了 三個球 這是一分三 這角色在地面走路,為什麼是這樣 是这样的 卧槽你敢信吗 这个游戏他们的没有慢走动画 他你无论你只要走路 你只要不是在跑步状态 他 他 他甚至没有放骂 你敢信吗 这 我们将在这些游戏完成了 我们将在这些游戏上看到的一个弹子 他有在地上 那些骨子团有绑团 它们是在地上 咱们就算连辐射七六度 它们有慢走动画好吗 虽然是简单的放慢 但是也比您这强 您这真就太恐怖是吧 动甲战士,请你们前往下一个目标 正在评估作战数据,你们非常的优秀 作为优秀的样本,应对强大的威胁吧 正在生成新目标 不知道为什么这种用平淡的平静的AI语气说出这种话让我觉得非常的有趣 这种技巧,不得了 这种技巧,没关系 几个手掌,没关系 这种技巧,你不够纠缠线 现在是离开我们来的 先开这里 这种技巧,我们可以的尾片 - 怎么突然切动画了- 为什么突然切动画了- 刚才那个- 不是我们四个人在打吗- 这怎么回事- 这啥意思- 打完走了呀- 结果你们两个活下来要吵了嘛-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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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 伍 commun斯庭的人死了啦- 啊- 啊你都没看到的- 什么时候死的- 打了就死- 而且我刚把那恐龙倒后还没倒下呢- 怎么就切动画了- 怎么跑- 永远就他他刚才说我 - 怎么跑- 他刚才说了- 他当然打不过跑啦- 跑而已- 知道吗- 我在那打一半你看我突然黑屏然后两个人就下机甲了- 中间都没有动画表示他们怎么跑- 就掉了- 吗- 等等 突然切过去了 我都不知道我在干啥 说了很对这种游戏都说了很多遍 不要把重要剧情放在他们打仗的时候 都在那说话好没有人能看得见 哎就打仗的时候喜欢逼逼赖一赖一大堆 真的很多游戏都这样很烦人可烦人了 根本就听不听不见在说什么 咱就应该完全分开 一 二 3 4 Just- OH! UGH! Oh, yep. I definitely got it. No response on all radio frequencies. Connection to IBS network. Failed. Forget the network connection, Sandy. Just try to contact Ace. Ugh! If Ace would have survived, They would have checked in by now. Underestimate in his team, Your Majesty. Your Majesty. Sorry,sorry,bit of a bitch there. Yeah. Ace is gonna make it. Yeah,that's right,Your Majesty. I mean,Ace might not have called in, But,you know how these strong silent types are. Oh,I'm gonna slap my ball bearings. Ace really isn't dead. You think the main character is on the same... Is it like this is so funny? Enhan powder house. What happened to my sword? Uh,you can list it all. 帮 Welcome back Ace. How may I assist you? 恐龍生存戰 什麼叫下一個動畫呀什麼意思啊 下一個劇情嗎? 下一個動畫卡 我都在右邊 都沒什麼好改 為什麼我覺得這對技嘉裡唯一算能看的只有神射手 是打遊戲給線索看劇情 帶來那個克里 夥伴邀請 Ace is 27% more humble than the average exo fighter 我邀請了 抽到沒 喂? 還沒進來嗎? 直接收了 沒有 啊來了 什麼? 什麼鬼啊? 天啊 回來吧聖哥 我最恥辱的信仰 我最恥辱的信仰 為什麼匹配這麼久啊? 這不剛出的遊戲 對啊 還在匹配 還在匹配 為啥你不說話? 有嗎? 啊? 把那個 醬造在 剛才你很偶然 才會蹦出一句話 因為那個靈敏度被我調的太高了 這靈敏度的東西確實需要 就一點點是 太難找了 這個是很難 匹配不到人怎麼辦 哈哈 這遊戲怎麼上線就涼了 啊? 他不匹配 主要是不讓你打呀 問題是 你必須要匹配 他只有開始匹配 甚至沒有說 就我們倆打不行 哦 哦總算有了 好熱 他有一點好 他適配那個 雷蛇的那個 光效 就比如說 剛才在準備著 我那個鼠標電 會一起閃 我自己玩的時候 差不多秒排 那個鼠標電 會一起閃 我覺得那種東西 單人最好排 人越多越難排 兩個人可能最難排 說實話 為什麼 又不是光環 三個人隨便一個獨狼 就排進去了 獨狼隨便一個局 就排進去了 但兩個人的話 你要同時 要麼就兩個獨狼 要麼你就要找到一個兩個人的盾 你可能要找兩個獨狼 就會比找一個獨狼難一點 不知道 因為你作為一個獨狼 你可以適配進所有戰局 所以你絕對是最快的匹配 然後次要的是三個人 那三個人只需要 只需要找一個獨狼 所以也是最快的 所以按邏輯來說 確實是兩個人應該是最慢的 要麼兩個獨狼 要麼一個兩人隊 可以硬盤拔了 勾彈是吧 動甲戰士主委 歡迎你們記錄 魔力戰爭 你是高級人工 只能收彈 我要求在場的所有動甲戰士 等等 我們遊戲麥還開了 你 站在你們對面 我先不說好 我先不說好 他就要默認是自由賣 對他默認是自由賣 什麼傻逼遊戲 怎麼會有這種傻逼遊戲 怎麼會有這種傻逼遊戲 默認自由賣 我操太傻逼了吧 那一個默認自由賣 是什麼 默認自由賣的遊戲 是真的 這這這這 我真的是不理解 是誰想默認自由賣 這是PVP嗎 PVPVE 我 這 就是你今天是打鬼 然後可能最後的時候 你們要跟對面打 請你們準備好的進行 跨微動行 準備作戰 模擬戰爭提供的 促進個人成長的 對面怎麼才是那 這個 他這個語氣 讓我時刻想到MOS 呵 他這個聲線應該說 就這種 我召喚你去對付紅軍 他不像Glados和Shodan那種有個性 他就是那種 他就是那種 但是那種 有點令人 在這個作戰中 你們大概率 會失去性贏 這城市街景做得不錯耶 你抬頭看看 這城市光影 城市這些景色 他做得挺好 他什麼關係 是不是他有那個 為啥你們都不跟著走啊 跟 哦 我跟錯人了 那我跟敵人去了 呵呵 真的這遊戲街景不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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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我也感覺是不是一個配音呢 甚至我也不知道 但是確實很像 我還沒開兩千 我忘了我去P 近戰按鈕是哪個來的 2B吧 哎呀我疼 我疼 不懈攻擊說 這遊戲是比兩位 是推進作戰快 最後可能互打 作戰區域被擁 請燒猛 正在召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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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 人家 裏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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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实际上还没搞太懂他这个PVVE怎么 我也没太懂 然然今天说面条说 PVVC2阶段就是可以打对面 诶 冲刺那里有什么用呢 为啥全是XBOX啊 我们不是跨平台的吗 这游戏 那我们自己的Icon也是XBOX 就GAMEPASS GAMEPASS就都是 这游戏到底卖了多少 是不是全GAMEPASS在玩 这游戏有人全家买吗 这游戏是不是全是XGP啊 我看了一个个子 因为它确实是那种你觉得 诶XGP里我玩玩 要么就算了的游戏 所以 也不奇怪 大部分可能都是XGP 我觉得他们其实是自己知道的 否则这游戏就不会首发XGP 因为卡普空也没几个游戏首发XGP 这游戏我觉得他们自己内部是有定位的 这游戏我觉得他们自己内部是有定位的 这可能就是一个这种 可能吸引大家去试试 但是 还是 仍然今天说面调说 30块钱XGP玩玩牌值 用这种小品 也不算小品 2A级 我说实话我觉得它都不够2A 我觉得就是 行吧 反正就是这种二线游戏 300块钱就不太值了 不懈通知说 貌似是新人团队做的 是吗 满满的 GAMEPASS 全屏幕的GAMEPASS图标 全屏幕的GAMEPASS图标 帮你 我怎么没有嘲讽技能 那怎么 嘲讽还叫T 他这个结算得有点怪怪的 哦是有现在就是他们和我们是一个就我们每进入一个区域都会变成那种像那种实力区域 这个实力区就只有我们自己打完以后双方就可以出去 可能随先把这个实力区打完随便可以先去攻击去认 这游戏神区造的拥抱太长了 化成迷迷 没法潮 然然今天标面调说现在还是一阶段 过来 现在 哎呦 这个能撞残害 然然今天标面调说做完任务就到二阶段了 不屑攻击说二阶段双方会传送到同一个维度进行较量 我该带逆了 用击啊 不应该带死 不要绕球 哎呀 哼 哈哈哈哈 哦 啊,逗我呢 我冲到河里了 我冲到河里了 石肉龙克星 直接冲刺冲到河里面 我直接冲河里面了 最后一项任务 准备好进行跨位度线 接近数据密钥 啊,推车呀 我们是推车,他们是 又找铲车咯 他们也是推车 直接推车,我操 就什么游戏都逃不掉,推车 又推一下 听说,全射手不太舒服的手柄丸 可以是疾风或封炸网 推,推车,推车 说呢 大刀可以留着走对面来一炮 正在召唤无耻地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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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间的刘官说 3个人采推最大速度 第2号 必要护手进入 第135 共同技术 100% 第20 第两夲 还是 支配者是什么 哇那 我觉得 那个跟冲冲冲那种 这是 冲冲的 你们这帮人 在的都在 那他去拿着他就好 我怎么 你们先推车 你们后面有人推车 谁是支配者 我们的人好 就顶着个怪 我们的人去打对面 就看哪 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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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这打了车弹 哇 哇 我带死了 加油 来了 打了打了打了 救车 救车 好像没招动他 看到敌人都已经 我都看到敌人的车 过了拐角就是敌人的射 救车 我都被打了 这人快没来 别忘了可以打敌人车的 优先打敌人车 可以打敌人的车 我再打敌 我们追你的车 我靠 白色狠的打 我看你被人死了 哥 全死 3,2,1 等你们后 半数数数就后 别一个人冲 他干嘛 我 我 直接给我秒了 这什么鬼啊 直接给我秒了上去 这有点狠 这不离谱吗 一招秒了 没来我顿后的 我顿后 我操秒 数据密钥已抵达的标语 开始准备进行空中传输数据密钥 他们能秒人我不理解 这个棒 一只压住 靠打树散 好了好了好了 把他们吃 再顿我 再顿我顿后 再顿我顿后 感谢西秋 点关注提步军 我们是准备完成的百分之六 我们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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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直在打我们 所以他们没去推他们的车 感觉我们要输了呢 我也觉得我们要 走得这么多 好消息 你已获得了生存权限 你是我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实验 所需要的理想样本 你的新任务就是无休止的模拟战争 我去 进入狂暴之命的界面 与穿越而来的恐龙 以及其他动甲战士交锋 我需要你提供最好的作战数据 从而研发出最为优质的动力装甲 全力战斗 从模拟战争中幸存 并生成强劲的作战数据 我看这个红的眼 靠 为我而战 为我而死 刚好无限那个谁来认识 这眼睛 来看看活地战争中最优秀的动甲战士 来这里都不能打 难怪我们有两个奶 我看 那里就穿了 他甚至连这个界面只有一个按钮都不让你直接按A 你敢信吗 你这个UI设计的有多烂 大家看看吧 这整个界面只有一个确认按钮 我却必须要把这光标用手柄移到这里来再点 就跟真的跟有病一样 我看 这UI设计年度最烂 手柄适配 阿普空就喜欢马格南 他不想就这么做 哈哈哈哈 你跟你的小伙子 只要你做了这个 而且哈佛哥 嘿 那是够了 我不是说有趣了 骗子 Jake 你不想讨论了你 另一样 嗯 你仍然很帅 你不要与你 你认识了这些东西 那是为什么我给了那金钱 那是一双合金钱 Magnum 他那个抛硬币让我想起《生化骑兵无限》 也是抛硬币平行时空 那个隐喻 热纸是压力 那 等一等 那 слыш《兵炎》 你是想起来的 《兵炎》 这儿是叫做成功 有些关键 但你输了 更加冠奋 对 这也不是非常适合 没有 我认为你 是一种另一个 哦,强制大逃杀那种感觉 你看,你很快将回到2040年 记得,你必须继续战,直到我们可以解决一下 对吗?你像我一样 我又想起为什么,我又想知道 为什么饥饿游戏到现在都没有改个地游戏 太可惜了 我认识我认识,我认识我认识 但是现在,我们得适合 我知道我一直说我不喜欢大逃杀游戏 但如果饥饿游戏真改个游戏,我第一个预购 我预购,啊,顶级版 来个传奇角色大表姐,当场买典藏吧 要是能出的话,天 正儿八经的 这种竞技场是大逃杀 它是在他的冰箱里 Sandy,她已经有我们的冰箱里 在做一段单人剧情 也是像你,你没打打击场比赛 就解锁一段单人剧情 往前推,就按照机会游戏里面 准备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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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刚刚那个,刚刚那一关才能 哎,就随机吧 等等,但他的通关形式是什么 就,就 就是你一直打 这一个模式,然后没打几个给你播一段片啊,就这样啊 那也太普通了 那现在看来是这样的啊 再打打先 这就很没意思了,靠 他甚至不是像那个,就不是像什么back for blood 就是那种是战役就一关一张一张往前走 他是你,就是打重复的匹配模式 然后没匹配几场给你放几个动 放一段动画 就这样 我还以为他起码是那种多人战役 就啊,一关一关,像求生之路那种 不然我以为是 结果是这样啊 都要不如做成求生之路那种呢 说实话 应该还稍微精致一点 是,每一关有自己的一些小叙事 然后一个个往前打 这 这种 这其实还不如圣哥 圣哥他的主线其实也还 圣哥这个正儿八经的RPG 这种游戏的游戏特異那没法 这虽然对吧 任务设计很糟糕 但是正儿八经的RPG 这个没法 这个游戏就是 怎么说 这个游戏 动作就是 就是动作设计PVPV 他也不是RPG 他也有的时候 插件要说 我看到之前那个就前几个队友 也装备了一些插件 动甲战士诸位 欢迎你们进入模拟战争 我是高级人工事 好像是不愿意动动嘴 我要求在场的所有动甲战士 前来参与我惊奇设计的作战测事 这是两个团队竞争的场景 站在你们对面的 就是你们要打败的敌方团队 嗯?你选来说是 他刚才不说过了吗? 咱就不能别废话了 你刚选的不是抗核吗? 你刚选的不是抗核吗? 不,你刚选的抗核 我选随机啊 哦 默认就是随机 但他不是可以选成PVPV 这种模式就真的 对吧 圣哥起码也是 就一张一张往前打了 正儿八经的战役 这连个正儿八经的战役都没有 那他的多人实际上和光环无限的多人 又有什么 就是比光环无限的那个多人剧情更紧凑 也就仅此而已 他不就是你一直打一直打 然后给你播段剧情一直打一直打 光环无限就是你一直打 然后每个新赛机给你播一段 他就是 介于那一种和战役式多人之间的一种 多人讲一句什么? 那个 COD那个黑色行动4是怎么讲的来着? 就那个没有 那个是 那个是什么形式来着? 我忘了 嗯 他也是这种打击官播一段动画吗? 还是说他 他的剧情是怎么怎么展开的 嗯 但黑色行动4感觉是 口碑上比较失败的意思 毕竟 嗯 黑色行动引以为傲的就是那种 那种极其精妙的单人 今天就玩了光环合战了 所以 其实还挺好玩的 问就是先了说 任意2的赛季进行飞进 蓝度是太低了 感觉问 用不上我的盾 他没有选蓝度的这个 我意思就是说 打PVP这个 打恐龙这部分 都没什么蓝度 这一部分割草 他还行 这部分割草 哎对但确实感觉 我觉得还行啊 哎为什么我在往下掉血 还打 哦那个 他绿血是那个 绿血是那个 绿血是那个 绿血是啥 绿血是人家给你额外加的意思 啊怪不得 我说呢 我说什么意思 在这样 对啊 但我觉得这个游戏 由于他这个怎么说呢 观感吧 就同样是割草那种 私人合作 我觉得那个 江湿世界大战 比这个更好 一点 完全 就他打起来的观感 没那么好 嗯 啊啊 嗯? 哦,還是這兒 還是這兒 哎呀 不懈衝擊說 手柄完全射手威脊魔 藍木虎風炸王挺好玩 但是我還是喜歡這種自動步槍的機甲 就像我聖哥裡最喜歡的就是那個遊俠 嗯 我覺得外觀我也是最喜歡這個 雖然這遊戲的機甲外觀我其實都不打血 但是我覺得他和遊俠長得比較像 啊 正在召喚 蜘蛛 正在召喚 快一點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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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他們快了 不少 嗯 唉呦 換成 全換成輸 輸給甲就 找到加急 那兩個人 lane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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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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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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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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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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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